第一军情作者 志松 据参考消息 网8月9日报道 美国福布斯 双周刊网站 日前刊载美学者哈里布罗德曼提为 美国正打赢对华贸易战是危险的胡话的文章 趁天真的美国政府贸易团队 对于自己似乎击中了中国的要害感到有点飘飘然 这个团队明显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 信念以及耐心 文章趁美国民众日益看清的一点是 美国政府的战争机器 对美国造成的伤害远大于对中国造成的伤害 文章还趁在美国消费者 劳动者和企业 主抱怨美国政府与中国的摩擦 是他们在国内承受的代价越来越大的同时 美国政府却在读美国民众愿意认受短期内的痛苦 以换取长远内的收益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一个致命错误 贸易战没有赢家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但美国看待中国却总是戴着有色眼镜 被其自己极力渲染的中国威胁吓破了胆 因此变得歇斯底里 甚至不惜以自残的形式 也要在经济上给中国制造麻烦 但这不仅是错误的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饶恕 日前 美国划定了新的160亿美元商品加税清单 第一波次的500亿美元目标完成 特朗普甚至扬言还要进行下一波次2000亿美元的加税 试图对中国进行无底线的敲诈 当然 美国的农民知道有多痛 已经开始尝到贸易战的苦果 尽管美国政府给予了120亿美元的补贴 但他们还是表示 不会再把选票投给特朗普 或许 美国是铁了心要阻止中国发展 但方式方法已经陷入了某种极端 同时 美国不仅和中国有贸易摩擦 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 也在打贸易战 这在很大程度说明 美国的野心是世界性的 而中国只是其中的关键 不过 这次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之间的对决 美国已经为战先败 尽管其足够强大 但绝对不是全世界团结起来的对手 有分析认为 美国这次对中国的贸易敲诈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付日本那招是一个套路 前车之剑就在眼前 因此 无论如何 这次绝不能妥协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 美学者的劝谏是对的 暂且不说美国国内民众的承受力 中国的决心 美国一定是低估了 中国不惹事 也不怕事 这个不惹事 自然是以和为贵 争取合作共赢 这个不怕事 就是要有底线意识 红线意识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坚持守住 这在政治经济军事上 都是一个道理 当年抗美援朝 我们守住的是北北三十八度线 越南战争 我们明确的是北北十七度线 事实证明 我们守得很好 守出了和平 捍卫了尊严 而今 在经济问题上 坚决跟进美国加码 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也是不怕事 守住底线的表现 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伟大征程中 任何坎坷都必须勇敢地迈过 这是必有之路 也是唯一的出路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不要忘记美国战略家 波热金斯基的警告 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敌人 那他们就会变成敌人 中国究竟是朋友 还是敌人 美国说了算 但中国绝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民族精神没有变过 如果美国坚持一意孤行 要实施中国的决心有多大 大可以放马过来 现在 中美贸易战正如火如荼 美国还可以坚持多久 不清楚 但中国一定能够坚持到底 不信就急驴看畅本 走着瞧 声明 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 为尊重原创 转载请标明出处 微信公众号转载 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 敬请配合 第一军情开通抖音账号了 请大家多多关注哦 各位 beaut愛订阅